1 2 2 1 2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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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 2 2 1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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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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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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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再次在這邊我們一開始 拜託 我求求妳好嗎 能不能乖乖看醫生 醫生說還能要開刀 隔了一個禮拜 症狀有好一點 跟醫生說全家要開刀 他們都會這樣子 對 因為對 就是害怕 他感冒他也是看醫生 常用草藥 沒有好處 還引發 有一個目視更可惡 我看什麼刷牙 妳就不聽話 我叫她去檢查 她都不要去 我叫她去檢查 她都不要去 接到破一個刀 醫生說如果再晚一點來 有可能會掛掉 早知道就不要看 經紀來的時候大血崩 然後臉色蒼白 她有昏過去 中急診 才知道說很激瘤 對新生吼比較不好 我們要交男朋友 妳或者是誰會料到會怎麼樣 就是怕有人來住嘛 問她要不要處理 還是不要 在有些行為的時候 其實沒有 妳感覺不到肚子裡面的東西 我們念過後就好啦 大陸的交 教授 歡迎收看小明星 小明星 小明星 拜託去看一下醫生好不好 好 來 要看醫生來 這個就是 醫生 你好 高齡醫學科 正醫師 正丁禁師 爸爸媽媽的身體健康 才是孩子們最大的幸福 對… 對不對 尤其年紀越來越大 你有病你又看不去看醫生 對不對 然後拖累這個後代 你實在是不一人 拖累後代我們是不敢講 身為後代 年輕的時候多認識一些 這個會計師 那個律師 對 律師 慢慢大就認識 醫師 法師 對 就是要法師 理醫師 不能這樣講一些不禮貌的 不禮貌啦 今天1 2 3 4 大家一起來看看 對 我們這個家裡的孩子 總是覺得我這個長輩怎麼搞的 不願意好好看病 講不聽耶 還沒聽 來 等歸你分享一下 對 只有他這個不是生母 這四季章在裡面 對… 就你們這個最難處理 對啊 她好像九十天了 九十天啦 說不聽 沒有啦 以前好像低的 現在好像九 對 小姐瘦下來了 所以你要這樣搞 以前好胖耶 她的身體有改變 她內心一樣邪惡 就是心皮囊狀狀 她前說說不聽 就是她只要生病 她就跟你說那沒問題 你們祖母有秘方 又來了 她超多秘方的 秘方我很怕耶 那些秘方除了她用自己 她也會用到家人神殺 像那個黃太后小時候便祕 她記得把那大骨湯烤一烤 放在她的牛奶裡面 有夠噁心耶 然後就讓我女兒去喝她的 大骨湯牛奶 好噁喔 有好嗎 有好嗎 有啊 因為吃壞了嘛 對啊 老闆啊 當然有好耶 一定是有好耶 還有我 我有一次我就騎摩托車 一次不洗在外面 屁股這邊黑青了 他就說這個不用看醫生 沒有… 我有秘方這樣子 假的2000 他拿蛋清喔 然後跟鳴脂 金針 金針 然後用那個雞蛋的蛋白 貼那個鳴脂 然後讓那個鳴脂吸的雞蛋白之後 真的 貼在我的 瘀血 真的 阿嬤以前也是這樣啊 好恐怖 老一輩真的有這些啦 他有瀆瀆到你們家去 怎麼了 因為有一次 來 我很努力忍住不要講耶 有一次她喉嚨不舒服 沒有聲音 騎媽說我跟妳講 這罐給我掉下去 妳名字猶如黃茵出谷 我差點沒嚇死 那瓶什麼 露粿高粱 高粱套外千年露粿 騎媽的千年露粿 妳那千年露粿聽起來就不對勁啊 我可以不要嗎 這一師… 我聞半口就差一點往生裡 快點… 我們這裡已經有味道了耶 很好 這感覺可以整人遊戲專屬啊 那個騎媽妳這是尿療法的喔 不是 藥血很嚴重啦 我不行… 妳喝得有香喔 高粱是很香啦 我當時 當時事情是很嚴重 因為我身為主持人 沒有感冒的狀況 有一天醒來 我賣出小美人魚 我聲音不見了 對 然後是沒有感冒 沒有咳嗽 沒有那聲音的話沒力 想要飛也飛不了 對 完全沒有聲音 然後看任何醫生都跟我說 妳放輕鬆就會有聲音 我想說到底是怎樣 就騎媽就拿這罐給我 那妳有嗎 對 想知道有沒有有效嗎 對… 我也想知道有沒有有效 妳那個是財豆黑的啦 騎媽妳的財豆 這是…我們周傳的 周傳 周傳… 我們知道周傳熊 對 你咳嗽喉嚨不舒服 癢癢的時候你就倒一小杯 我會去看醫生 肉桂 下次有這種問題 直接找醫生就好了啦 Sandy 我們有辦法直接開嗓的啦 真的嗎 對 有些連針灸 有可能都還比較迷快速 我懂了啦… 妳一定要找鄭醫師好不好 他那邊是工廠 妳這只是批發而已 對 我們上游的那個貨很多 他好歹也印個標籤什麼的 看那樣一罐多苦 要用吃的 用打的都有啦 他們就自己釀的啊 自己拋的啦 我問一下啦 他是那個頸椎這邊有壓迫 結果他一直用秘方不開 如果一直不開會不會就走了 會不會 你說不開刀 對… 這確定有壓迫嗎 他有的 五六七節 到底要不要開刀 開刀啦 到後來我們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這個麻的東西 它的頸椎的確是壓迫了 通常壓迫就兩種 一種就是那個我們的脊椎 就是椎間盤突出啦 頸椎也會 另外一個就是Gucci啦 就是你旁邊的那個關節眼 Gucci Hermes Hermes 然後就是Hermes 就是旁邊的這些骨頭的發炎 長期下來也可能會造成那個 神經根去壓到就會這樣麻 痛起來很想上吊耶 對 怎麼會舒服一點 你也就長期壓到 對 難怪很多長輩會去公園拉那個 用那個單槓勾自己脖子 真的耶 對 很恐怖耶 那確是保守治療的方法之一 我們說掉脖子 但是如果你堅持不開刀會怎樣 如果說長期不開刀 它的確有可能會壓迫越來越嚴重的話 如果影響到其他的部分 你的手有時候會麻到 連拿筷子 連翻書都沒辦法做事 我說實在 那個時候妳開不開刀 對不對 妳等於是 我還是不開 直到有一天我去洗頭 那個洗頭的時候 你怪怪的 你手會剪 我在聽他說他哥哥也這樣 我說真的喔 他到底現在有沒有開刀都沒開刀 他怎麼了 我哥哥痛到後來上吊自殺了 他說我不開刀最後會疼死 疼死了 疼死了 妳明知道這樣妳還不開刀 不好好看醫生 很多人都說頸部很危險 開不好想那個明星這樣坐倫儀 對… 其實這種手術的風險沒有這麼高 他可以忍就忍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就是我覺得他身體 長輩一定要做身體健康檢查 我叫他去檢查他都不要去 後來疑問之下 他覺得那個健檢很貴 他就想說好吧 那我幫他付 我幫他付之後 是錢的事情啦 天的事情啦 我知他有去 他沒去他就死了 幹嘛啦 妳告訴他 他減知一瓶很大瓶 我檢查起來 就是我的食道跟胃 我的食道破一個洞 其實很大 他叫我趕快去轉診大醫院 所以他是寫說這照片裡面 銀色的地方就是破洞 不是 破洞 不是食道現在有裝鐵釘 對… 對 這個鐵釘 對 像夾子類的東西 我以為他是這樣補起來 他說不是…這樣補沒有肉 他就進去食道 這邊肚子開七個洞 七八個洞 那個醫生說這個如果再晚一點來 有可能會掛掉 早知道就不要看 我就只能看 不行啦 而且他沒有徵兆 他只是會有胃酸 胃酸而已 我就當胃病醫 我們健康檢查 就像車子也要保養 也要一年要去檢查一次 會這樣子叫你去檢查的子女 都是優好的 雖然不是親身的 但是閩南語說一句話 對不對 算的放一邊 因為比較大天 對 這樣啦 我都拿她的錢給我兒子來 對 嬌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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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媽太誠實了 感情真的 我錯了嗎 我沒有錯啊 沒錯… 對… 你媽 你還錯 喜媽真的很猛耶 怎麼辦… 她還連睡覺也有問題是不是 對… 她會一直打呼 然後我叫她去看醫生她也不看 後來我女兒一直學老虎叫 我想說怎麼奇怪 怎麼跟阿嬤睡 睡到她會這樣 但是說奇怪 為什麼小孩怎麼阿嬤在娶什麼 以為是烘牙 我想說她屬虎的 所以可能是跟老虎有關係 上輩子是老虎 對… 後來才知道晚上阿嬤都會這樣 然後我女兒就在旁邊 小日貴人給平方 媽媽媽喝湯豆瘦 五十天氣給我 夾在意下 最少有二三十個夾在那邊 我女兒同時一直說咕咕咕吧 妳又說我到了 那她就把妳的手這樣拉起來 晚上… 我每天看到那個醫生 找菜市場 很痛苦的 有一個老太太說 我來去蜂街拍攤葡萄 照三餐喝 才吃三包六百塊就好了 太好了 她寫了好幾個白紙 後來再去做復健的那篇 送給她的節目 後來才知道晚上阿嬤都會這樣 然後我女兒就在旁邊 然後 那個轟天壘從我女兒到我兒子 到現在的阿寶 三個都學老虎教 她都不看喔 直到有一天她好像是 我看到阿寶半夜起來很生氣 一直垂背… 垂牆… 垂牆 真的很大聲 她很陰 妳有那個嘴巴那個睡眠貼紙 對 兩條路 一條路就是買呼吸器 一條路就是開刀 對… 我選買呼吸器又花了她五萬多塊 就是睡覺的飛行員那種的 她的牙子顧穩定供養 讓她不會需要這麼大的 還花了很多錢用那個 可是我戴一戴又覺得不舒服 不舒服啦 對 喉嚨會痛 每天晚上她戴那個 我都覺得她在教護病房 對啊 真的是這樣子 又不是在插管 那個的確沒有很舒服 其實我們碰到這種打呼的 或是我們在講的 所謂的呼吸中止症 它要主要是要先分 它是哪一種型的啦 有一種叫做阻塞型 有一種叫中樞型 阻塞型就是我們說什麼 鼻中隔彎曲 扁條線比較肥大等等 構造問題 構造問題 絕大部分九層都是這種的 如果說你說那種貼片 把嘴巴關起來 呼吸好像比較沒聲 這種大概都是阻塞型的 中樞型是時候 對 那個脊椎真的有受傷的 這種比較危險 它真的有可能停 它就停止呼吸了 真的 有可能 真的 就睡一睡 就開心的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對 我後來睡到 好自行 怎麼會穿過 撲不過來 這樣才警覺說 真的要去看醫生了啦 妳為什麼不就直接走就好了 妳不能這樣子問她 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啊 她們兩個 她可以自己決定她 她們兩個玩笑開得越大 代表她們的交情 關係越好 人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相處起來 就跟朋友一樣 對 這個很好 有時候都醒過來 起碼睡在她 喂… 什麼東西啦 那是岳母 不用這樣子睡啊 什麼趣趣啊 她現在這個是我老婆的婚戒 不是…我是娶她是不是 她戴我老婆的婚戒 今年母親節 她們夫妻說不要給我錢 我說為什麼 她說因為她最近換房子 換房子啦 說不然是 等我小時候妳很久了 妳借我看 這我的婚戒 丈母娘戴我老婆的戒指 到底在幹嘛 超詭異的 妳是我媽的嗎… 妳是我媽的嗎 老母啊 這麼大顆啦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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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面比較重要啦 有病還是在看醫生 對啦 好不好 媽媽的情況是 因為我覺得 我媽跟琪媽真的都很像 就是說 不管這樣子 看妳妳沒有辦法接受 妳這樣罵髒話喔 妳這樣一次罵到兩個人 我是說某些行為 不是說個性很像 可是因為我媽很奇妙 就是有病不看醫生 但很相信 卻很相信偏方 因為從我小時候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 青春期的時候我長青春痘 然後要擠 擠了就很痛 然後我媽說我跟你講 我這邊有偏方 我說用什麼 她就拿那個西瓜 吃完紅肉 吃完白肉留下來 塗抹在那個傷口的部分 就會好 西瓜皮 對 西瓜皮 結果抹一抹之後 我發現隔天起來之後 當然啊 因為那是我媽口水有沒有 吃完之後再來給我抹 然後發現我奇怪 怎麼越摸本來做一顆 結果周邊又長了三四顆 就越來越多 感冒也是 她感冒她也是不看醫生 結果每次聽人家講說感冒 因為他們認為感冒不是病 其實只要多喝熱水 那個感冒就會好了 好啊 結果 結果後來好啦 剛開始小感冒流鼻水嘛 你一直不去看 隔三四天之後 慢慢 連聲音都開始有點啞囉 也狀況有點重了嘛 還是不去看 不然這樣子 去樓下公園 因為我們家住在公園旁邊 去公園裡面走一走 我說你去公園走 去走一走幹嘛 傳染給別人自己就好了 會有用嘛 對 她說 公園有 草藥 我跟你講 公園有 他說公園裡面都是寶 哪有 地板地的寶 黑洲鳳仙花已經算很高級的了 哪有寶 他就採一些那種 我就是沒看過的一些東西 就是他一塞 他說這可以吃喔 我說可以吃 你要確定 他就真的就吃了 高飄六星丹的故事 沒有…真的… 到後來就越來越嚴重 然後後來感冒 沒有好就算了 還引發 必發症 變到蜂窩性組織炎 所以後來就變得很嚴重 那時候就沒辦法 只好一定要去醫院的 好 那個時候要去 台北最大的那個醫院 去到那邊 因為我沒有病床 因為其實我都 整個都躺在那邊 那邊都是滿的 都滿的 所以大家都要在那個走廊上面躺著 那我那時候看了我就覺得很難過 因為他那時候感冒之外 然後又併發症 然後腳那時候又蜂窩性組織炎 因為我會有看影片嘛 那種通常要黑了都可能要截止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擔心他 後來就截了一下子而已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而且還有截一下 什麼意思 我一這樣這樣的時候幫我挖掉 然後有一個護士更可惡 你知道嗎 他來換藥的時候 他拿那個棉花棒最大的一顆 就這樣好像在刷馬桶 沒辦法 小姐 護理不是 不是那個馬桶 你就不聽話 你就一定要去吃公園的那個 不是 那個護士不是醫生 我說護士怎麼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擦藥 媽媽媽是不是有糖尿病 聽剛才這個故事 媽媽媽是不是有糖尿病 對…我糖尿病 平常可能控制不是真的 很好的情況 不是 因為我都喜歡吃橙藥 我都喜歡買那個西藥 因為我們在附近 西藥網自己加你知道嗎 所以坐下樓就可以買到藥了 然後我想說 尤其是以前工作嘛 對 講小時候 那時候都怕藥包對不對 以前都怕藥包吃習慣了 小病不要拖 大病不要躲 真的耶 就那麼簡單 感冒所引起的到最後 你身體有些問題 你還去吃藥草 這個藥草吃得比當年神農室 吃得還有激烈 這樣的時候你吃下去 你蜂窩性組織也 本來感冒而已 現在變大條的 因為有慢性病啦 對 有慢性病的關係就扣了 這個糖尿病這件事情 真的要告誡家裡面長輩 如果有糖尿病 這個東西你如果在合併感染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糖尿病本身 就會讓我們的感染控制不好叫 可能就已經有些小傷口了 顧得越來越嚴重 就變成蜂窩性組織炎 事情大條 鄭醫師他要教你 因為他 藥草的帶來 真的假的 真的嗎 藥草 你看那個醫生看一下 公園那些 不要會偷摘人家的節目 公園裡面摘的 真的 它用塑膠帶裝耶 我突然覺得 我該回去看一下我的生物課本 那個媽媽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豆豬香 豆豬香 左手香 豆豬香 然後底下那個星星草 星星草 這個啊 這個星星草 對… 這個吃什麼 吃痛風 吃痛風 非常有效 這個吃得好 那個許孝順 烤烤的 真的 我吃過了 吃這個有用 小哈哥也就沒事了 不是… 通常用草藥的你要自己燉 你要弄到那個濃度 有效的濃度也很麻煩 我們糖尿病的這件事情 平常就要控制好 所以如果家裡的長輩有糖尿病 真的就是 因為他太多太少都不好 家裡最好常備一個那個血糖雞 要減渣 一定要… 雖然要渣一下很痛 但是每天都要檢測 每天都要檢測 你血糖都多少 超過7 8 9 我血糖以前都說7 8 現在剛6的 6以下就… 因為我前一陣子生病 也是看了好幾個醫生 就不曉得為什麼就看不好 那個慢性病還是問一下醫生 哪些東西可以吃 沒有 因為你就看了五個醫生 還是沒效 真的 醫生要有緣分 然後我坐實在話真的 長輩的毛病比較多 我們也會建議說找那個 可以比較整合型的醫師 不要頭痛看頭 腳痛看腳 對啦 他在推薦他自己 你可以去找這位整醫師 我的門整時段 要經常的啦 媽媽還有五時間 對 而且厲害的是 五時間他也是不去看醫生 他不去看合理 因為他認為快60了 你等一下 再等一下 哪有東西吃一吃也沒有好啊 而且就是最主要是因為 在家裡面他痛 他都要我們去幫忙按摩 可是因為我們在家的時間 沒有很多 比如說站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幫他稍微 幫他按一下 讓他舒緩一下 可是如果不站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還是要去看醫生 而且他是每天痛… 對 媳婦…媳婦幫忙 沒有啦 媳婦 你沒有床背 媳婦 你不知道 你收咧 媳婦怎麼可能 要幫你按一下 休息 床間怎麼可能 真的 酒必無效 子女兒也一樣 你不要這樣亂講 這樣搞得我要去幫他按 酒再無朋友 你知道那個五時間 五時間 已經看了五年 到那個市中心 有一個中醫你知道嗎 每次去給我四包 那個藥草這麼大包 狗蛋都不好 不好 夾在這裡下 夾在這裡面 夾在腋下 夾在腋下 結果躺在那邊躺一個小時 你這樣夾要夾一個小時喔 對 還有那邊最少 有二三十個夾在那邊 在那邊真的不騙你 他那個醫生夾完呢 二三十個夾在那邊 到你… 那你要同時一直說咕咕咕咕嗎 咕咕 你就從頭到了是不是 你看你還到你還看 咕咕咕咕 那就把你的手這樣拉起來 拉起來 然後就說往上… 然後叫你回家幹嘛 爬牆 他說這個手要爬牆 要伸展 我每天看到那個醫生 只要走進我進場 腳踢死 我不騙你 太痛苦了 沒有效果就不要講出來 是哪一家啦 對啦 沒有講 首先五十間不是五十歲才會得 尤其是現在年輕人 我們的姿勢也不是很正確啦 現在我介紹你們吃一個藥 真的很有效 沒有…有秘方 對 真的有效我不騙 為什麼 因為我們家那邊有一個老太太 八九十歲 又是鄰居 她在幫人家按摩 她說我跟你說 我來去幫她拿一個山葡萄 200塊的那個山葡萄 燉那個豬腳 那個豬尾骨 你早晚一趟三餐喝 吃過飯喝 喝一大碗 我給她1000塊要買了那個五包 我才吃三包600塊就好了 真的很可憐 金屎拒絕動手術 背後其實又有原因 心起來的時候大血崩 然後臉色蒼白 差點昏過去 中急診 才知道說這肌瘤啊 花症的時候 她試試 聽人家的時候拿掉 對生活比較不好啦 那妳怎麼採護這個 沒有交代朋友 以後的事情會料到會怎麼樣 就說她飯店先開著怕有人來住嘛 對啊 問她要不要處理 還是不要 在有些行為的時候 其實沒有 妳感覺不到肚子裡面的東西 麵糕好就好了 對… 沒關係啦 我給她1000塊要買了那個五包 我才吃三包600塊就好了 不可能 真的 真的假的 這個生西炎豬人好 對啊… 怎麼可能會好 有的喝酒就好了 我去做護盡偷偷偷把它 把它寫在 我用一個那個紙 給它寫了好幾個白紙 偷偷帶去做護盡的那邊 送給她這樣 這是做善事啦 做善事啦 做善事做善事 對 分享給病友啦 對… 對… 妳知道我跟她剛剛還在講她那個 要開她那個 其實妳每天喔 對啊 都不敢開 都一直搖… 一定要運動啦 對 搖差不多五六十下 還有我看那個手機 對 我們這裡 手機拿這麼遠 沒有 我們這邊有一條筋你知道嗎 手的筋 手的筋 筋啦 筋啦 妳每天這樣子按它 數三十六下 妳用這個指頭 比較有力的 妳把它擠下去 把它擠… 它把它洗 再來我們這個抓有沒有 這個抓 現在我們把它洗… 洗我36下 然後咧 妳的右手就痠了 不是 我跟她講她脖子一模一樣 我是整個說脖子就想去開刀 可是我這樣子 這樣子轉一轉 然後每天按這個刀完按妳知道嗎 現在都沒有 脖子都沒問題了 長輩 其實那個脖子跟肩膀 常常都是走在一起的 這邊的那個肩頸痠痛 肌肉跟骨頭 的確長期下來也很容易變形 剛剛講到五十肩 剛剛說那也就神奇 那麼神奇 喝了好像就變好了 其實五十肩它有分時期的 我們叫做漸凍期 冷凍期 解凍期 所以在前期一開始 比較即興期的 所謂漸凍期的時候 就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那個時候做復健 打針吃藥那時候 效果是最快最好的 但它要持續一下 常常有人就覺得說 我現在去做復健 好像這個禮拜好了 然後我停下來 怎麼又回來了 對 要繼續去 又開始 然後大家覺得不好 但你要認真講說 它是真的沒效嗎 它是反反覆覆 因為你的那個病兆 造成它一開始 進入漸凍期的原因沒有拿走 可能是姿勢不良 可能是長期的一些 生活作息的一些壓力等等的 所以你沒有處理源頭 只有處理這個疼痛的問題 有嚕來嚕 對…像有優求一樣 有時候有好有時候不好 然後在最痛的那個地方 大家都受不了 那個時候就開始想要開刀 要怎麼樣 然後又有點怕 就等… 差不多大概一年左右 它就會進入到所謂的解凍期 開始沒那麼痛喔 比前做不到的角度 居然也增加了 真的耶 就會覺得 我不開刀也比較好了 解凍期 五年 剛好解凍 通常都是什麼時候 要開始認真的思考 這個五十肩或是肩頸的問題 要去找治療 如果初期的這些什麼吃藥 打針 那感覺來來回回反反覆覆 當你的手沒有辦法梳頭髮 女生如果要吹 用吹風機 最有感 拿不起來 對 上廁所也沒辦法插屁股 對 或是內術 對 用左手插 真的 而且 我跟妳講 腳是最重要 人未老 腳先摔 如果妳要開始老的話 腳就先開始沒力 所以人家我們在打高爾夫球 無聊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一場球打七八公里 我朋友打得比較懶的 打一場球十幾公里 到處亂跑 找球 我們是七公里就七公里 直直的 直直的 沒歪啦 跟我的人一樣沒歪啦 真的 好突然的推薦子 然後打球 然後兩腳走 三腳用 你小心 我跟你講 我覺得琪媽最近是有在愛妳 真的 妳不要太推薦自己 沒有 她講的是我的新媽咪 我怕有一天她變我新媽咪 有夠來啊 開玩笑可以 好 三 好 來啦 關心一下心湄 來 媽咪 幾年前就是婦科檢查有肌瘤 肌瘤 然後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問她說 因為醫生那個時候就有講 可以開刀治療 就一直問她要不要開 她就一直說那個沒事…不要開… 結果她又會自己去吃一些保健食品 也不看清楚 她吃到那個會活血的保健食品 結果那時候她驚起來的時候 大血崩 然後臉色蒼白 坐在那個沙發的客廳 都差點昏過去 超可怕 叫她她都沒有回應 我們嚇到趕快把她帶去送急診 才知道說很肌瘤 很血崩 但問她要不要處理 還是不要 到現在還在喔 到現在還在喔 沒有啦 就跟我說她有在追蹤 有在追蹤啊 我跟你講這種不能流追 是陰德 妳積陰德可以 妳不要積流 對啊 積什麼流啦 對 為什麼不去開刀咧 因為那時候發現的時候 她40多歲 有感情了 40個肌瘤有感情 40件 我也是一點一點把她養大的 差不多41 42歲 我說我還年輕啊 我都聽人家說如果那個拿掉以後 對性生活方面 性生活 性生活不能 比較不好 妳這麼在乎這個啊 對啊 而且她那時候沒有對象 有就摸她 影影摸她 不是啦 也不了解 不敢問 不好意思問 要問什麼人 因為她一聽到可能會 什麼性生活會不好 或是以後會影響不能生小孩 她就不要 不是 生小孩我已經三個 三個 然後還要交男朋友 都沒有男朋友 再待機子宮 那以後的事誰會 誰會料到會怎麼樣 就說她飯店先開著 怕有人來住嘛 對 就這樣嘛 醫生一直建議我要開刀 本來是3.6 後來差不多5 6公分 6 7公分 3.6是大的 要開6 7公分還不開喔 講很多次 真的 我說要去開 又不好意思不知道要問什麼人 提出來時代不一樣了 人家不會笑妳 妳說子宮肌瘤3.6 她妳問對了 我這裡9點多的耶 妳要問有經驗的人啊 對 我就不敢問啊 我不敢去問啊 結果導致現在肌瘤都還在這個 還在啊 我有一個朋友就介紹我 去那個台南護腸科 那個醫生跟我講說 妳不拿掉也可以 可是妳要追蹤 三個月半年要追蹤一次 結果那個我大女兒 她買一些那個保養品 那個補血的 她都買一買都不吃 我說這補血沒吃沒吃 很貴的有沒有 對 長輩很愛亂吃 我才拿來喝 在家裡撿到什麼就吃 對啊 很像我那一歲的兒子 不是 那個 我覺得不錯耶 我還叫我大女兒再幫我買 喝了一段時間 水分 那個血有沒有 那個 血塊 那個衛生棉 對 衛生棉 她用大的 後來拿我直直的尿布去包 妳喝到那個叫活血的 結果去看醫生…說 不能吃補血的東西 對 補得烈體 妳這個反而是那個 弄一個黑色的那個要吃的 最後面她說就正常了 她那個肌瘤 莫名其妙運氣很好 肌瘤就變小顆了 沒有…結果她說 妳已經46 47那時候的時候 快要更年期了 停經了 要停經了 她的肌瘤會縮小 變小 我就一直針… 媽媽去追蹤… 越來越小了 到現在都還沒有開刀 都還沒有開 對 沒錯 也都沒有男朋友 2 3公分 其實子宮肌瘤 我們都說女生子宮 其實它是良性腫瘤 所以除非真的大到一個情況 它會有壓迫 會不舒服 或是造成子宮收縮比較困難 或是有時候女生還有 還在懷孕期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會比較麻煩一點 像這種狀況 那個時候大出血 可能也當然也跟用到 不適當的那個藥物有關係 所以真的活血 突然之間大失血 如果長期這個肌瘤 一直會讓妳這樣子大 比較大流量的流血弄到 譬如說可能平血的話 那就要提前處理了 不然的話一般的子宮肌瘤 因為隨著女性賀爾蒙停經之後 下降之後 它本來就會萎縮 但是妳說為什麼 五十肩也是 子宮肌瘤也是 不一樣啦 這兩個言論都不一樣啦 子宮拿掉很好咧 保險可以領很多錢 真的 這不是重點 真的 對不對 整天在講錢啦 一勞永逸對不對 其實有些長輩真的會這樣想 他不是為了手術賺錢而已 但是就沒有 我就去拿掉了 太早拿掉你的文章 整個辛苦的器官都拿掉 對啊 全部都拿掉 他去拿掉肌瘤會動到子宮頸 其實我們在手術 復科手術的時候 我們可以分批 就是你可以分器官拿 有一種我們叫做 全部拿掉的 偷偷去刷牌 整個 子宮頸 整個模組 卵巢可能也會跟著拿掉 通常這種都是如果 比如說卵巢也開始發生病變 或是已經停經了 我們就整組都拿掉 聽起來星媽那個時候的醫師 應該是建議說子宮 也許子宮頸是可以留的喔 所以留下來了之後 我們真的在有性行為的時候 其實沒有 你感覺不到肚子裡面的東西 你只要前面那個有留著 其實感覺也是一樣 這樣子不一樣 他當子宮頸 門面夠好就好了 不要不吃去沒關係 我到現在才明白 他一直在在乎說 我的玄關之後有沒有很做人 對 那個其實沒有差 但是從醫生的角度會覺得 尤其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停經之後的異常初學 因為這個有一定的比例 可能會是胎咪啊 就是子宮頸癌 或者是這個子宮內膜癌的 這個原因造成的這個初學 所以如果你子宮頸跟子宮都拿掉了 我們反而放心一點 反正就不會是這兩個企業 真的一勞勇啊 還有牙齒 因為牠其實從我有意思以來 就是牠年輕的時候 牠就很愛吃甜食 所以牠其實大概四十幾歲 常常會蛀牙 那時候我們就會說 你要去看醫生… 可是牠很怕看牙醫 後來到我比較有能力的時候 我就已經準備好一筆錢 想說讓牠好好去 看牙 對 就是那時候把牙齒磨小 因為其實都是蛀牙 所以就是都磨小 然後裝全齒罐 後來到牠五十幾歲的時候 我已經裝了全齒罐 牠又開始喊牙痛 但牠不敢跟我們講 因為牠怕說這… 又要花錢 對 牠就不敢講 結果到有一次我們人已經出國 大家一起全家人出去玩開開心心 牠牙齒痛到沒辦法吃東西 後來我跟姊姊商量就是 妳回台北一定要去看牙醫 結果一看醫生就說 然後牠那個全齒罐裡面的牙齒 又蛀掉了 把自己當醫師 診斷症狀隨便拿藥吃 結果你知道牠們在診間在幹嘛 在跟醫生聊天 醫生妳吃水餃嗎 有研發那個牛肉水餃 對 醫生說可能要開刀 就一個禮拜 症狀就好一點好 跟醫生說取下開刀 他們都會這樣子 對 就… 對 就是害怕 因為牠就是我們家裡面的藥劑師 帶出牠說 站個禮拜去看醫生 有自備一個胃藥 非常有效 醫生開的 醫生開給別人的 所以牠這樣 比媽媽媽那個好一點 對啦 媽媽也是才炒藥耶 藥劑 就一看醫生就說 牠那個全齒罐裡面的牙齒又蛀掉了 結果當場全齒罐一拿下來 因為那裝不回去 因為牙齒已經蛀掉 裝不回去只能止癢 那時候評估牠一次要止10顆 10顆 然後牠住髒話 牠又覺得說每次一趟一趟來 這個車錢也貴 然後又麻煩什麼的 牠竟然自己去看醫生的時候 牠跟醫生說 沒有啦 那個牙套拿下來就要馬上掉3顆 對啊 有3顆本來就也掉了 然後剩下再拔3顆 還4顆 先拔了4顆 跟牠連在一起的牙套 牠要試兩次拔 後來要止10顆 一次止 我下牌沒有牙齒 牠一出來 牠那個臉腫到 我還問牠說 阿姨妳有看到我媽媽嗎 牠說我就是 那臉已經腫到我認不出來 然後沒有牙齒 痛得倒不住 對啊… 牠那個牙齒痛 牠痛是不是很痛 很痛 結果還沒有冰膚 牠有用那個漱口水讓我喊 結果我回去的時候住在那裡 牠跟妹妹 兩個人 照顧我沒看到的人 妳自己一個人在那裡痛 我跟一個人在那裡痛 痛就只痛要拿過來吃… 結果兩點完兩個說回來 我們說別人說看著 我們說好 我們要看著鬼了 說看著那個臉書 整個都黑錢 都沒有跟我們關心 兩個都煮出去 有啦…後來有回去 因為牠以前牙痛 牠都自己喝米酒還是什麼 含米酒啦 餵素… 以前你痛的時候有沒有 味精 塞進去 你痛的時候都含米酒 如果有高粱酒 含高粱酒 它那邊有一個千棉 它是做外口味的 以前小時候那個 妳現在會痛嗎 現在沒有 就跟麻藥的概念是一樣 可是我都是含米酒 以前小時候時候 那個如果牙齒再痛住牙的 媽媽就會叫妳含米酒 在整個這個治療過程當中 有一些說實在話 不是很舒服的點 這個其實是可以溝通的 因為的確首先 一次拔這麼多牙或指很多顆的話 它的的確腫脹的風險會上升 這個時候像剛剛講說 蜂窩性組織炎 這裡也會蜂窩性組織炎耶 對啊 沒有處理好 我有問過醫師他說沒關係啊 十顆一次指沒關係啊 就是我們會評估 每個患者的狀況不太一樣 當然在當下可能 醫師當下覺得OK 我們也自己可以評估一下 通常像這樣子比較多顆的 我們也會建議是不是 譬如說分左邊右邊 好歹有一邊可以拿來吃 不要一次太不舒服 另外的也是我們在牙齒上面 剛剛講說那個故事很明確 就是全部都磨小裝牙套 牙套是什麼意思 有時候兩三顆套在一起 中間那個地方 那真的要用不僅是牙線 還要超級牙線 對 要把那個空隙 那個空洞那個地方要清乾淨 不然他就一直藏污納垢 電腦你想省錢沒省到 我說實在 當時搞不好單顆直牙還比較省 真的 所以牙齒保健上面 第一個一定要刷牙 再來是半年定檢 還有一個… 還有一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的 就如果長輩還沒有習慣用電動牙刷 因為我們電動牙刷它的每分 它的那個頻次 震動頻率 震動頻率比我們手快多了 對 所以在清潔上面 同樣時間裡面來看 它可以比較全面 或是我們也有牙菌翻顯示劑 大家可能小朋友 有帶去牙科的時候 對 先像那個紅 就像我們護口 像樹一個粉紅色的水 我牙齒到現在沒有痛過一次 妳有刷牙嗎 我只晚上刷 早上不刷 沒有 看有沒有客人 我都吃狗香糖刷牙 對 有客人來妳就對啊 很餓 我沒有過 晚上刷的確比較重要 因為睡覺的時候你的嘴 對 長的時間 而且像剛剛琪媽說 嘴巴會開開的 所以妳又同時沒有唾液保護 牙齒真的會傷得很快 以後要群刷牙就對了 對 我們日本都說現在80 20嘛 最好到80刷牙 20顆自己的自然牙 因為缺牙很麻煩耶 不僅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些疼痛 然後牙齒的歪斜 她的失智也有關係呢 恭喜生活在現代好不好 妳只要有一組那個直牙 直得好的話 她說可以用到120歲 對 但一樣也是要清潔 對啦 都很 要吃口香糖刷牙 不行啦 好啦 妳關心一下劉媽媽來 書宏 來…書宏 劉媽媽你好 其實我們家從小就是開餐廳的 然後我從董事以來 我媽媽懷我哥哥還懷我的時候 都沒有休息 都一直在家裡面餐廳忙 但是我董事以來的時候 我看到我媽媽的腿 我非常心疼她 因為她靜脈曲張超嚴重的 所以只要她有去吃飯 還是跟朋友還是上節目 你都一定會看到她穿上個褲子 對 蓋起來 對 然後所以她這個症狀 她拖了很久的原因是 因為她覺得她以前 年輕的時候她都可以去做 阿信就是她很能忍 刻苦耐勞 對 然後她也是覺得年輕多做一點 然後她就沒想這麼多 可是她一直到她前兩三年 她才退休 然後她才發現說 其實她的經脈區段很嚴重之外 她的膝蓋 她去年也開始疼痛 就有點退化 對 感激也不舒服 然後我以前開餐廳的時候 我幾乎最常就是幫她貼的 背的那個藥布跟抹藥膏 對 我就持續幫她抹 然後幫她貼 好心疼喔 然後是因為她 以前就是我們家是做什麼 水餃牛肉麵的嘛 然後所以她會搬那些肉 打那些餡 其實吃她都會幫忙 然後所以她因為長期這樣做 這樣的動作 讓她的脊椎側彎 然後她都沒有去 去治療什麼的 她都覺得我貼藥布 舒宏 你趕快幫我貼藥布 這樣沒辦法 然後結果她前幾年才發現 她脊椎側彎的那個部分 長骨刺 這個靜脈區張 要看有沒有 通常我們是這樣子 因為她分等級 也真的最 我們分1到6級 到通常那個5 6級的之後 她在那個足部的護理 如果又合併 剛才講說糖尿病那些 她那個腳開始形成了潰瘍之後 那就真的就拍出力了啦 這個退化性關節炎 真的好多長輩都有喔 年輕的 說實在話就像 就會開始腫啊 緊緊的啊 然後你用不了力不舒服 然後又開始買奇怪的保養品 保健食品在那邊亂吃 就像剛剛憲哥講的 下盤有多重要 當你的這個膝關節 你因為疼痛你就不想動 你越不動 你的肌肉就開始會退化 萎縮 肌小症就來了 就變肌小症了 然後你生活又不方便 說實在話你膝蓋不去治療 你也沒辦法自己照顧自己 那小朋友其實也是很欣賦 劉媽媽現在這個有改善了嗎 有…我有一個優點 就很聽醫生的話 好… 好棒 對…她說什麼就照著做 對…她說什麼就照著做 沒有 我跟你講 她不是聽醫生的話 我也是帶她回診 是因為她腳的膝蓋 還有我爸腳的膝蓋 也是這幾年 其實慢慢變嚴重了 對 他們腳的膝蓋 可以拖一個多月都還在痛 然後我有一次很受不了 我就想說 來 我打醫生給 不是 你打醫生… 你打醫生給我媽媽看 不是… 哪一些六個巴掌 不是 我打電話給 就是家裡面的親戚去問說 哪一些醫院的骨科醫生 是有名的 對 然後他們就講了 幾個… 對…幾個 然後我那一天我就決定一大早 就開車去載他們去看醫生 結果你知道他們在整天在幹嘛嗎 在幹嘛 在跟醫生聊天 好啊 都不講症狀 結果你知道他們在整天在幹嘛嗎 在跟醫生聊天 好啊 都不講症狀 醫生你有想吃水餃嗎 我跟你講我最近跟我老公有研發 那個牛肉水餃 還推上 然後還互相 對 然後互相加LINE 然後還互相說 醫生你有粉專嗎 我要追蹤 你兒子是名 他們在半個小時裡面都在聊天 醫生說你這個膝蓋的話 你可能要開刀 就是叫微創手術你知道嗎 就是膝蓋就打這兩個洞這樣子 都講好了 安排時間要開刀 我隔了一個禮拜 我媽就在我們家族的群組講說 你爸爸那個症狀也好一點 他們都會這樣子 對 就是害怕 對 就是害怕 然後不懂 解凍器 對 然後你上次自費買的那個鈣片 你爸爸膝蓋也好一點 而且你又幫他買那個 德國的那個護膝 好像你爸現在他比較不會痛了 真的都這樣子很生氣耶 所以我超生氣的就是說 我陪你們去看醫生 你們當下都說好 回到家又改變了心意 對 然後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我們套一句那個專業的角度來講 這個叫什麼 高齡者的病識感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是不是說得很好 對 這是的確是 病識感 我跟你講 你這個小病真的不能脫 大病就是不能躲 其實這件事情真的 我們在臨床上很常碰到 我都覺得 其實雙方立場都是對的 如果爸媽屬於這一型的 我覺得第一個 像剛剛講的抱歉 畢俗 不太敢問的 想辦法邀請他來健康檢查 我們有些患者的家屬很可愛 他都說不用費的啦 政府給錢的 然後 對 這個是送的 送的啦 或是立場怎麼樣…辦活動 很多那個健保藥 就很多像奇媽這種消燙的 對啊 小便錢就幫你拿著 對… 還會生氣說怎麼沒有胃藥 怎麼沒有多給胃藥 他路過那個捐血的 對 他會進去說 他以前看捐血這樣 現在有沒有巧克力炭之類的 媽媽還會小問題拖成大 自己斷藥 就是坐那個餐廳 其實他最常就是憋尿 所以他以前坐餐廳 他這樣一憋尿 其實他就是很容易會膀胱炎 跟那個尿道炎熟 媽媽 這兒子孝不孝順 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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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貼心… 這樣就值得了啦 對… 要不然你看爸爸媽媽就是為了 我們在這裡做生意 要一直站著還要憋尿 忍痛這個靜脈曲張 點點滴滴這個職業病 我們上一代真的太偉大了 其實他的包包裡面有很多西藥 就假裝說他今天餐廳很繁忙 然後很緊張 然後客人很多 然後他就覺得好像又有點不太舒服 對 然後他就會去拿一顆藥來吃 或者是其實他就是我們家裡面的 醫生跟那個藥劑師 我假裝說我今天吃完飯 然後我也這樣這樣的 就覺得媽 我胃好像不太舒服 他說媽媽上個禮拜去看醫生 有自備一個胃藥 非常有效 你可能不要吃藥 醫生開的 對 醫生開的 對 醫生開給別人的 他是幫你診斷完之後 才開處方給你啊 對 你拿來當作通識客 每一個餐廳 像零食一樣 大家都吃 不過你這個還比媽媽媽那個好一點 媽媽來去採草藥 藥草都OK 媽媽這個不要… 然後我們身體的痛是一種警訊 不是你吃了止痛的就OK 對… 他是要你休息 還是要根治 對 還是要你去面對 解決問題 很重要嘛 對 不要讓我們那麼心疼 大家在照顧爸媽上用一些小方法 我們可以定期的 知道他們身體出了哪些狀況 如果有一些特別的事情 你想要特別跟醫生講 我都說先遞小指條 我們會幫你達成目標 針對這些特殊的狀況 我們可以跟長輩花一點時間 跟餵教 有的時候你真的需要第三者 在親子中間 幫忙做一個 橋樑 我們患者都說 鄭醫師你要跟他講什麼 他看到穿白袍的人講話他都信 我講的他都不信 我說好…我知道 我覺得善用醫護人員 我們真的都沒有要 故意讓大家受傷 也沒有故意要拿棉籤 在那邊弄傷口 都是醫療之需 很重要 都醫療之必要 我們也很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 好好的幫我們長輩的身體 教護好 我送一些良藥給大家 好 好不好 各位親愛的子女們 好不好 最好的良藥就是陪伴 其他天人無衰 有誰能不老呢 對不對 老了一定就失障嘛 髮長長 事茫茫 齒牙動搖 記憶力減退 體力大不如前 勇敢面對就對了 沒事 要好好陪伴你 接下來每一天 我都會讓Lucy派陪在你們身邊 謝謝 不用… 我自己告訴你 一路陪你陪到牢 好 再次謝謝他們的分享 謝謝 再見